希腊 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的南端 是一处古老而神秘的国度 被誉为西方文明的摇篮 雄浑壮丽的雅典卫城 神圣庄严的德尔斐 以及石灵之巅的修道院 让人无比震撼 而散落于地中海上的岛屿 则如繁星般璀璨 浪漫唯美的圣托里尼 依水傍山的阿索斯 以及阳光明媚的沉船湾 共同谱写着希腊群岛迷人的梦幻 以下便是我为您推荐的 希腊十大碧区景点 第一名 圣托里尼岛 Santorini 圣托里尼岛 位于美丽浪漫的爱琴海 是一座独具魅力的岛屿 也是希腊群岛中最受欢迎 最具代表性的旅游圣地 一栋栋洁白的小屋 在威俄的山崖上排列的零次致笔 一座座蓝色圆顶的教堂 将宁静的伊亚小镇 点缀的圣洁而美丽 充满了迷人的诗情画意 您可以漫步于小镇的街巷 欣赏别具匠心的精美工艺 您也可以平栏远眺 俯瞰远处海面的辽阔与壮丽 当夕阳熄落 小镇的灯火逐次亮起 眼前的景象让人心旷神医 第二名 雅典位于阿提卡半岛的中心 是一座光辉灿烂的城市 被誉为希腊文明的发端 登上庄严雄浑的雅典卫城 您将领略到 帕特农神庙的宏伟壮观 感受到数千年前 人类文明的辉煌灿烂 而不远处的雅典纳胜利神庙 与迪奥尼索斯剧场 也同样令人震撼 此外 您还可以来到造型新颖的 卫城博物馆 深入了解古希腊艺术的 唯美精湛 探访马蹄形状的 泛亚点体育场 寻觅现代奥运盛会的发源 感受奥林匹克精神的 传承与发展 第三名 陈传湾 Shiprat Beach 陈传湾 位于希腊西部的扎金索斯岛 是一处浪漫且神秘的海滩 因韩剧太阳的后裔热波 而名声斐然 从空中俯瞰 在这处如梦似幻的碧海蓝天之间 陡峭的悬崖 环抱着一处平坦的海滩 而一艘名为Paneiotis号的铁船 掐在洁白的海滩上搁浅 经过百余年的海风侵蚀 如今的船身 早已变得秀极斑斑 故此得名沉船湾 人们纷纷乘坐游船 登上海岸 或解读文字探秘沉船 或躺卧沙滩 享受阳光海岸 或打卡留念 拍摄出宛如大片的济世感 第四名 麦泰奥拉 Meteora 麦泰奥拉位于希腊北部 其希腊名称意为悬浮在空中 是一处令人惊叹的奇幻之地 这里的石灵笔直耸立 仿佛是从大地中拔地而起 指向天际 而在这些巍峨的石灵之上 历史悠久的修道院群静静地助力 散发着超凡脱俗的气息 这些修道院最早修建于14世纪 是修士们远离城市 明思进修的理想之地 您可以攀登陡峭的时间来到这里 探访拜占庭时期的精美工艺 俯瞰山脚下开阔景色的雄浑壮丽 第五名 凯法利尼亚岛 弗罗尼亚 凯法利尼亚岛位于希腊西部 是地中海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在岛屿的北端 一处名为阿索斯的小镇 依水傍山 宁静甜淡 一艘艘洁白的小船 平泊在平静的海面 一栋栋艳丽的小屋 坐落在秀美的山水之间 在鲜花的眼影下 显得色彩斑斓 勾勒出如梦似幻的浪漫 而一处名为梅丽萨尼的地下湖 则更是别有洞天 每当正午时分 明媚的阳光洒落到澄澈的湖面 反射出淡淡的幽蓝 让人流连忘返 罗德岛 罗德岛位于爱琴海东南部 是希腊的第四大岛屿 被誉为太阳之岛 以其丰富的历史遗迹 和迷人的自然风光 而闻名于世 坚固的城墙 环绕着古城的街巷 古朴的教堂 诉说着昔日的荣光 宏伟的城堡 见证了圣约翰骑士团的辉煌 漫步在古老的城邦 你仿佛穿越了时光 聆听着岁月的回响 此外 罗德岛还拥有着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 蓝色的海面平静宽广 白色的房屋洁白光亮 雄浑的卫城 助力于悬崖之上 俯瞰着眼前辽阔的景象 第七名 米洛斯岛 米洛斯 米洛斯岛位于爱琴海的西南 是一座美丽迷人的岛屿 以其独特的地貌和绚丽的海岸 而闻名于世 洁白柔美的火山岩 造就了萨拉基尼科宛如星月的表面 岩石上天然的凹陷 与平静的海水相连 成为了一处美妙的细水乐园 人们纷纷站在崖边 跃入海湾 感受跳崖入海的刺激和快感 此外 你也可以来到岩石临巡的克莱夫提克湾 探寻岩洞的隐秘与奇幻 您还可以来到景陵海岸的克里马 欣赏夕阳于麾下 五彩于村的美轮美奂 第八名 克里特岛 Crete 克里特岛位于爱琴海的南端 是古希腊文明发展的摇篮 保存着著名的克诺索斯宫殿 精美的壁画 质朴的陶器 散落于宫殿的残垣断壁 见证着历史的变迁 此外 美丽的巴洛斯海滩 也是十分震撼 洁白的沙滩 将清澈的海水分为两边 海水的颜色 由浅绿渐变为深蓝 犹如宝石般梦幻 而充满威尼斯风情的甘尼亚城 也是一处不容错过的景观 洁白的灯塔 天然的港湾 共同诉说着 夜幕下的迷人浪漫 第九名 德尔斐 德尔斐 德尔斐位于希腊中部的帕纳索斯山 是古希腊最重要的宗教和文化中心 曾是祭司颁布阿波罗神域之地 对古希腊各个城邦的政治与外交 战争与和平 具有深远的意义 是古希腊最为著名的圣地之一 漫步在这处古老的遗迹 原形的神庙 扇形的剧场 都在向人们诉说着 那份来自远古的庄严与神秘 此外 不远处的考古博物馆 完好地保存着许多来自德尔斐遗址的雕塑与铜器 展现着古希腊精湛的艺术工艺 第十名 米克诺斯岛 米克纳斯 米克诺斯岛 位于希腊爱情海中部 是一座浪漫而梦幻的岛屿 以其迷人的景色和奔放的海滩而闻名 被誉为爱情海上的派对之岛 来到米克诺斯岛 一排古朴的风车迎候着游客的到访 漫步于洁白明亮的小巷 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您可以一边品尝地道的美食 一边凝望海水的碧波荡漾 当日落时分 人们涌向了美丽迷人的小威尼斯岗 金色的余灰洒落在白色的小屋之上 勾勒出一幅让人陶醉的景象 以上便是我为您推荐的本期景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订阅、点赞、评论及转发 这里会定期推荐最新的旅游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